中研院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跟社會來說明 造成對中研院的這樣的一個公信力的傷害 那我認為這都應該道歉 那院長您說實在應該早一點來教委會 您有沒有對我們委員會表達一聲歉意 有啦 早上 早上一開始有 政委說實在 31號我已經要回來了 但是27號晚上我去急診 身體突然不適 我覺得這應該道歉 但是我們立法院我們論法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事件裡面 兩大立法院關心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 你們的記轉 跟你女兒的持股之間 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第二個 您的女兒持股買賣股票 經手人是您 這有沒有涉及內線交易的問題 我現在就這兩個問題請教 院長可不可以整體回答 有沒有這兩個法律問題 我覺得沒有 你自己覺得沒有違反利益衝突 沒有 你的女兒 我自己感覺 你為你女兒持股買賣 有沒有違反內線交易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 那一方面絕對沒有 最核心的問題 所以我要進一步請教 記轉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違反利益衝突 說真的 今天有人關心說 女兒持股是不是你的人頭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這涉及誠性 但是這個也不是記轉 關鍵的問題 因為我們依照中研院的記轉 目前的規範 2012年訂定的規範 所謂記轉利益衝突 包括兩年內不得買賣 包括本人跟二等親之內 所以即使是女兒真的是她持股 也是如果跟記轉有關 也是違反利益衝突對不對 我現在先就制度上 我現在不是問你本人 是不是 我也不覺得 好你不知道 我回過頭來請教 這個院長 記轉的 我現在第一個一個一個問 這個OBI822 是不是您跟中研院記轉給浩鼎 OBI833是不是您跟中研院記轉給浩鼎 跟您記數有關對不對 好 這個一鍋式的合成法 合成技術 校術合成法 這是不是您跟中研院記轉給浩鼎 一鍋式不是 一鍋式是美國 一鍋式不是 一鍋式在美國期間 我在美國發展 那這個校術合成法 校術是在美國的時候就開始合作了 103年4月記轉的是什麼 就是校術 但是那個很長時間的合作 但是中研院是不是也是有正式記轉 是有中研院記轉 好那現在有兩次正式記轉 對 第一次99年7月正式記轉OBI833 對 這是您記轉 當時有沒有中研院記轉的規範訂定了 那個時候還 那個時候其實有啦 沒有今天這麼完整 那時候有 那時候的規範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請中研院人員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是2012年 對 那個是科技基本法修正之後 也就是101年 對 重新修正的一個記轉規定 那請問99年7月當時記轉的時候的規範是什麼 那個時候是梁啟明主任 但是他今天不在 有沒有同仁知道 來 法規的嚴格 我簡單講喔 剛才我們院長講的是那個時候有規範 但不是這個利益衝突回轉的 回避的 沒有規範到利益衝突 沒有沒有 有沒有規範二等親之內不能持股 完全沒有 沒有規範 因為我們的規範是在101年才有的 那請問院長您女兒持股什麼時候 101年12月 對 好 那你們的101年8月規範說記轉兩年內不得投資 請問你女兒101年12月持股3000張有在兩年內嗎 我不曉得能不能替我們院長回答 好 請回答 法規的部分喔 他是這樣子喔 這是在我們這個處理辦法 處理原則第八點 那這一點他規範的是 承辦跟覺醒科技移轉的人 在兩年內不得投資喔 那承辦跟覺醒 所以這裡是沒有規範到創作人的部分 承辦人就表示是我們裡面的計轉經理 所以院長算是什麼人 決心人是我 院長算是什麼 創作人 創作人沒有規範在內 所以我們吵了老半天 院長創作人 你沒有在這個利益迴避衝突規範的主體之內嗎 報告委員喔 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一共有九條 那我們的這個創作人的部分呢 是要前面的六條 前面的六條就在規範所有的人 那到第八條就特別來規範 來你簡單回答 記轉內兩年不得投資是規範 有沒有包括院長在內 沒有 這項就只有規範 規範承辦人跟決心人 決心人就是我 來院長你自己認為你應不應該受這個記轉兩年內規範的對象 你自己認不認為應不應該 不認為因為那一個 你不認為你應該被規範 對 那個是規範行政人員他先知道訊息了 那行政人員他不是技術 不知道這個技術 所以我們擔心是這一些承辦的行政人員先知道 這個的確是你這樣回答是依法回答啦 但是我想社會對於說這個法怎麼定這樣 這個社會當然不會理解啦 我想社會是不是會覺得很難理解 對對對 對不對 對 好再來因為您的女兒的確也在兩年 這個101年12月持股3000張啦 那這個部分這個社會會發現有問題的是說 竟然沒有在這個利益揭露的表裡面啊 那你認不認為如果這個表當時定對了沒有定錯 也就是二親等以內的親屬 本來子女其實還有婿媳啊 女婿跟媳婦本來都在這裡面啊 如果當時表沒有寫錯的話 女兒持股你是不是應該揭露 我是沒有看到這個表裡頭寫什麼 只是你沒有在裡頭啦 對 說實在是我的疏忽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到這個表 你沒有看到這個表 所以這個表不是您填的 你沒有利益揭露 這有個利益揭露表 我有簽名 你有沒有簽名 我有簽名 那上面沒有女兒子女這一欄嗎 這個我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 對 沒有注意到說有 院長這是有一點違反大家的感受 因為您很清楚知道女兒有持股 對 那您在填這個表的時候 上面沒有女兒子女這一欄的時候 我是覺得那個表 您心裡不會自問說 為什麼子女不該填 要不要填 要不要主動揭露 對 這個可能那個主任講 會比較清楚 我想跟委員 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 我們的科技移轉利益揭露表 上面所謂的利益呢 不是患指所有的利益 我們有非常清楚的定義 是只有發生利益衝突時候的利益 好 這裡是關係人的範圍有包括 都有包括 都有包括 所以子女這件事情 全部都要包括 全部都要包括 你剛剛的解釋到現在 讓社會一個感覺就是說 你們的法很寬鬆 的確不是我現在是必須 民意代表我們必須要反映社會的 這個民意的感受 你們的法的確很寬鬆 那從院長的角度就是說 他既不是這個被利益規範的當事者 因為他是創作人 那麼他的子女也不在揭露表 所以整套運作下來 他就覺得他沒有不受這個 他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有這個法跟最後實務上造成未來 是不是有構成違反法律 我想這當中是有一大落差的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院長 您自己怎麼樣來回應這一點 我想最關鍵的就是 女兒的持股 不是因為這個計轉產生的利益 好 女兒持股是因為什麼 OBI822 對 是因為2000年以前 所以你自己也認為 當下認為那不需要揭露 好 你當下認為說不用再補揭露 但是你在103年 又計轉了校數合成法的時候 103年已經是在法之後了 4月 當時女兒持股還持續存在嗎 對 還存在 好 那你當時為什麼認為他無需揭露 這個我們那個時候是在想那個疫苗 那個疫苗的事情 那那個我不是覺醒者也沒有簽約 所以那個整個談判過程我也沒有參與 所以 所以我已經回避了 你個人回避了 對 我已經覺得我已經回避 可是你女兒持股還在發生啊 對對 那個時候 你那時候也沒有想過要補揭露 我也沒有去想到那個 也沒有想到 那你認不認為 103年這個計轉校數合成法 跟OBI822能不能量產有關 這個 這個不是專屬授權 不是專屬授權 但有沒有關 有關 有關 他如果成功要 那有關你為什麼不補揭露 我覺得這非常遺憾 對 對 那個我是覺得遺憾 您有揭露 那就是剩下就是給中研院去認定 有沒有涉及利益衝突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應該有個機制運作檢視是否有利益衝突 對 對不對 但是您沒有揭露的時候 中研院這個機制 他也無從去運作嘛 對 是不是這樣 我在說明 我在聲明稿就是說 這一方面 請中研院去調查清楚 好 所以我簡單這樣問下來就是 當時您女兒持股三千張 是針對OBI822 對 跟您在以院長身份記轉的OBI833 基本上是兩件事 但是您記轉之後 OBI811記轉之後 第二波103年的 校數合成法記轉兩波 對於利益衝突法的適用 社會覺得寬鬆問題 然後對於女兒持股揭露 我想您沒有做到揭露 造成今天重大的風波 那我剛剛還有第二個問題 一點點時間了 內線交易的問題 是第二個重大的法律問題